那我們先給各位介紹的是一個線上具備的服務 那這個部分呢 其實不管各位是在做所謂的就是 影片也好 簡報也好 或者甚至您在做一些報告啦 一些資料的 其實照片常常我們需要只截取其中一部分出來 那多數的 人大部分你可能會選擇 我就需要一個影像處理軟體來處理對不對 一般最常見的具備 就是Photoshop、Photorempic 主要以這些為多 那其他的可能 在具備的功能上就不是那麼優秀 這個網站的話呢 你可以用火屋可以用HOOGLE IE 偶爾會秀的 所以我沒有很建議各位用IE啦 雖然 有時候也可以用但是就是比較容易怪怪的 那麼我們上次呢有跟各位分享一下就是怎麼找普遍 比數找普遍對不對 比如說像現在啊你就找普遍啦 這我想要找這個中秋節的 因為有些單位他可能也會再寄送一些那個 特查之類的 好我們就來看這邊看一下 好中秋節的 OK 好 那假設呢 我想要這一個 這裡面你可以看到很多 當然我現在 這樣找的他是 就是版權上是沒有去 顧慮的 假設我想要這一張 又想要這一個 請問你該怎麼做 兩張一起寄 這是一種方式 但是其實我們可以把他抓下來 好我做一次給各位看 比如說像這個 好 你打開之後呢 當然我會比較建議你就找他原始檔 建議各位你在找圖用Google找圖 你不要就直接把這一張有沒有 這一張就直接按右鍵存下來 這樣 這個解析度是比較小的 好所以你最好是 直接查看圓寫 因為這樣才是最大的 好當然你可以如果萬一這張不夠大 你就是在這邊去找其他大小 好他這邊有個以圖搜索圓 或者是其他大小 你可以找看看有沒有更大張的 好這樣會更好 對不對 好OK 那我就先拿這一張 好我就把儲存下來 OK 那現在存下來了 我就把他丟到這邊 你可以從右手邊這邊 你可以從這裡來選擇 也可以直接用檔案同管這樣拖曳進來的 都可以 好都可以 我就來這邊 點一下 好找到我剛剛那一張圖 好那麼在上傳的過程呢 他會先跟你稍微介紹一下 雖然是英文的 但是各位 真的 不難 而且我必須告訴各位 不要太認真 太認真做不出來 真的 好 你可以看到 我們在左上角這裡 在左上角這邊 有沒有 加號 就是 你要的範圍 等一下大家塗一塗 減號就是你不要的 那這個是 橡皮擦 就塗錯了 橡皮擦擦一擦 對不對 再來就是移動工具 這個是筆刷的大小 好筆刷的大小 所以你了解 這樣概念之後 我就先來 把我要的地方稍微塗一塗 稍微地方塗一塗 那 這個呢 筆刷有點太大了 所以我稍微練小一點點 好 現在這個 還可以 我就大概塗一下 不用太認真了 很多人會失敗 是因為太認真 真的 我這邊塗小一點 我就大概 跟他講 我大概要拿其實就好 有沒有 那 看起來還沒有結果嘛 因為你還沒有告訴他哪裡不要 所以我再來用 紅色的 我告訴他 PiSing 這裡我不要 這裡 我不要 這裡我也不要 有沒有 好像有一部分出來對不對 我有很認真話嗎 我只是隨便畫一畫而已嗎 這樣可以接受吧 有沒有比較快一點 事實上這個功能是 有一個軟體 現在新推出的叫 PenShot Pro 就是 可能各位聽說 Coldro 有沒有 Coldro那一家公司 Coldro那一家公司 他現在在推著影像主要 最近 新版本才有這個功能 我們不用買就有 線上服務的 那當然這個裡面 你會發現說 哇這裡面一定會有一些細節 有沒有 是不是這裡沒有去到對不對 那怎麼辦 沒有關係 你就是來這邊 你可以從左手邊 也可以從哪裡 從右手邊 我從右手邊這邊做 我來這邊塗一下 他就知道了 他就知道這裡是你不要的 點一下也可以 有沒有 還蠻聰明的 那 越細小的地方 你可能這個 細節 比如說這邊招包 他幫我弄掉了 對不對 你看這裡 他是弄掉了 那你就要告訴他這裡是我要的 你把它點一下 他就把你補回來 有沒有 但是這裡又拖了 你再來這邊稍微修正一下 他就很清楚 這樣你哪裡要 那你不要 好那這樣子的話呢 細節的部分 像這裡還有 對不對 細節部分你就是放他去看 點一下 他就會把你做的 更細一點 這個其實真的會比我們一般序背來的快很多 而且輕鬆很多 好 那 你如果 假設這樣 OK好了 不小心我弄到了 你可以按這邊 上面有個還原 上面有個還原 還原一下 好 還原一下 沒有 剛做那麼多嗎 好 這樣 OK 移動工具在這裡 萬一你有畫錯了 這裡又有橡皮 大家可以 好 又有橡皮 如果你已經做好了 您看一下 在右上角這裡 有沒有一個下膽 好在這邊也有一個下膽 那麼比較重要的是 其實我們不管 各位 您在做簡報也好 在做這個 影片也好 常常我們都會有什麼 不同東西要疊在一起 就是一般我們講的 叫做合成 好 你這樣做合成 那 這個當然 你如果說做什麼法絲 那種很細的 他不見得做的 但是一般性的 他做的效果還不錯 重點是 這種格式 叫做 PNG 這個不管是你在影像或影片處理上很重要 因為 PNG這種格式可以帶所謂的R8圈 那這個R8圈就是透明度 也就是說你可以看到右手邊這裡 他看起來好像那個馬賽克那個 塞車格那樣子對不對 這個在影像上 你如果看到這個R8圈就 承坐的時候 這是透明的 透明的 如果說你覺得 我想要看看 因為以後我可能要合成在 比如說黑色的背景上 或白色背景上 你可以按一下上面 在這個地方 有一個顏色 你看一下 合在黑色上 看起來效果還可以 好 你就可以先試看看說你的顏色大概哪一個 那麼 然後記得 如果 測試完了 請你回到最前面這個Pone 不然等一下你下載的時候 也會包含那個顏色 好 也會包含那個顏色 所以我現在把下載下來 OK 這裡 按一下之後 你就可以把它儲存下來了 好 這個 把它 看一下 好 OK 這樣就存下來了 那麼 現在呢 我就可以找到剛剛那一張喔 我剛剛 想要把它 合在另外一張上面 對不對 這個 這一張 你可以找一下 或者你要找這個也都沒有關係 點一下 好 這一張其實 滿大的 OK OK 我們就可以把它 另存起來 那 這個 影像主義軟體 我想 我裡面應該好像 給各位的免費軟體 好像也有一個 免費的叫Poto Cap 叫Poto Cap 這個是免費的 自由軟體 所以你免費可以拿來用 我先做一次給你看 就會比較清楚 把這個資料調變更一下 OK 看到這一張 丟出來 OK 那麼現在呢 我就再把 剛剛那一張已經具備好的 我把它抓進來 應該是這個 這樣是不是就進來了 這樣就變 這樣了解吧 這樣了解吧 所以這個具備不在於說什麼 不在於 原創 但是就是說 你 很多時候 有時候我們照片拍照的時候 我需要把那個背景 拿出來 對不對 把它拿掉 甚至還有一個要做什麼 很多我們常在網路上 常看到 某某人到時就有 我也是今天 我也是 因為我有合成 用合成就像這樣子 所以其實像一般 早期我們去那個照相館 其實現在去照相館一樣 你拍那個行程集 因為我們去年有拍過 他都不是有攝影棚 然後就拉那個什麼布景下來了 一下到巴黎 一下到哪裡 就一樣 反正他布景就調好 你就拉下來 拍下去 就有啦 就類似這樣 感覺啦 就是 就是跟這個一樣 所以 其實 這個 那你說 只能用在影像上嗎 當然不是 因為 各位 我們在做簡報的時候 雖然我們現在要做錄影 沒有錯 但是 簡報 假設你在用簡報 去跟別人介紹 請問 你簡報要不要先事前準備 要嘛 對不對 所以我找一個簡報 拿進來給各位看一下 簡報其實不管你用哪一個都沒有關係 你要用微軟的PowerPoint也可以 或者是像我現在比較常用這個LibreOffice 都OK 好都沒有關係 比如說各位你比較習慣的 我看一下 PowerPoint好 好 那麼這邊呢我們就幫他找一個適合的 範本範本 假設這個好了 OK 那 現在有這個範本以後 其實你剛剛那一張圖 你可以從這邊 插入 我問一下各位 你們現在用的Office 是2003還是2007 03 03比較多 那我用03 那個 學校 有的都已經用到 2010 現在2013也出來了 好累 OK 一樣喔 在這邊 他裡面不是有很多這種設計嗎 對不對 那比如說我拿這個啦 這個比較接近的 好 你可以從這邊 插入 從上面這裡 插入 圖片 從檔案 這是最標準的方法 但是呢 其實 你也可以這樣做 如果你已經知道那張圖片在哪裡 像我現在我已經知道那張圖片在哪邊的話 我就直接用抓的也可以 這一張 我就直接拖曳的方式丟進來 各位有沒有發現 有去背跟沒去背差在哪裡 對不對 我們用PMG的 他反正已經是透明的 你拿到哪裡都是可以用 那一般來說 因為 以握的來講 大部分我們都印在白紙上 所以去背可能就 重要性不是那麼多 但是 簡報的話 你不會去背 那真的差很多 因為簡報很少 用白色的 對白色底的很少 大部分都會有一個底色 或者是有些圖案 部分做襯底 那你可以到這邊之後再來自己 進行相對的一些 調整 這樣就可以 所以其實 這個Tletic Magic 很好用 那 建議各位 真的可以嘗試看看 那麼如果你做好 你可以右上角這邊先關掉 預設的話呢 他會幫你記住 所有的幫你記住就在下面這邊 你看我弄過航氣圓對不對 好 所以 你的電腦面 他會 自動線幫你存在裡面 那萬一這張你就真的不要了 你就按叉叉把它關掉就好 好就不會存在你這張電腦 這樣很清楚了吧 好這裡有一個叉叉就可以弄掉了 OK 所以 給各位試試看看 記得 不要用IE啦 用IE 可能你會有點 你會不會再拒絕感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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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